狼队官宣Love CD下课 新教练患上了一笑 腰刀转会让他越发焦虑 下课或许也是一种逃避 孟之队压力拉满了 我已经在研究孟之队的对手了 马来西亚王总荣要水平挺高的 不能说开架选手都那个 不可能 没那么简单的 我的天哪 一诺回应节奏 他其实也想好好训练 就在6月5日再次出现一个炸裂消息 狼队不仅卖掉了冠军射手 连冠军教练也被一笑取代 Love CD给出的回应是 焦虑症严重 近期因为戒掉药物有反应 没办法只能暂离赛场 虽然这个说法没什么问题 但是偏偏在这时候官宣休息 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妖刀转会 才让Love CD越发焦虑 同时因为自己没能保住冠军阵容 才想着暂时休息 也算是一种逃避 如果一笑代对取得好成绩 那就皆大欢喜 妖刀离开的影响自然会变得非常小 反之成绩变差 也可以把责任推到一笑的身上 然后再由Love CD接手 这样或许就让人更加好接受一些 不过感觉狼队即便没有妖刀 还换了一个新教练 成绩最差也不会掉入B组 然后孟之队压力拉满 猫神后面会先去看其他赛区的比赛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并且他也说 以弱胜强的例子比比皆是 任何时候都不能看清对手 这也就是AG春季赛没能夺冠的原因 虽然大帅个人能力很强 甚至操作都要比猫神好 但是就像猫神所言 他早就过了靠操作吃饭的日子 现在就是靠脑子跟经验 如果春季赛是他首发 估计AG已经再次夺冠了 训练的时间又少 所以肯定要重视了 对比赛来说 最忌讳的就是 我们什么选手上都能打谁 就是这种心态才容易翻车 你要平等地去面对每一个对手的 首先你在版本和训练时间和磨合程度和决心上 是劣势于别人的 所以你就不能够放松警惕 最后就是伊诺回应节奏 因为他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并且其中有女主加入 导致很多人破防 于是伊诺回应直言 本来就没有打算录制后面的节目 他们几个都不会去 我们好好训练 从这话不难看出 之所以会出录制 跟进入孟之队关系非常大 并且伊诺本身也想好好训练 但明星选手本身就需要有足够的商业价值 俱乐部来KPL并不是为了做慈善 说到底也是为了赚美 加上伊诺本身就是顶流 商务多也正常 并非他本意 想在公众面前秀恩爱 所以真怪不了他 总的来说 狼队换了射手跟主教练 如果取得好成绩 皆大欢喜 反之成绩不太好 一笑肯定是第一位被冲的人 然后才是找LoveCD的麻烦 只能说狼队夏季赛压力很大 至于孟之队虽然都在说 他们是去镀金 但是万一输掉了比赛 还是挺尴尬的 不过孟之队的比赛 要是跟亚运会一样 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只是他们的训练时间 也没有亚运会那么多就是了 最后大家觉得 狼队会掉B组吗